虽然说可能看不到月亮 夜饼的买气却是抢抢棍 很多老店早就大牌长龙了 而名店的现货竟然已经统统被订光了 就算到了店里去 也买不到任何月饼 厨房里总供员连五星主厨都全力支援包月饼 感受不到不景气 因为过去这一个月几乎天天都加班 坚持不用机器代工 从称重揉面到包馅 统统纯手工 因为工不应求 点心主厨还亲自下厂 撒蛋汁送月饼进烤箱 所谓饭店厨房里的另类奇观 而同样卖的下下叫的 还有中秋才有的雪饼 门市赶出货 不少品项已经是看得到 吃不到 因为他们很早就买了 我们家的雪饼的提货券 所以我们这些的优先权是要让给他们 所以来即使消费者来到我们的门市 还有这些的商品 但是那是不能购买的 各有百年老店门口的长龙 已经排了一个礼拜 就算不景气 还原的中秋节还是要热闹的过